在清朝,是总督权力大,还是巡抚权力大?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,看级别就可以了。 总督如果不加兵部上书贤的话,是正义二品,加玄的话是从一品。而巡抚不包括山东巡抚,不加兵部是狼行,是从二品,加了玄是从一品。 除了四川总督,其他总督都管着至少两个省,比如两江总督就管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,敏着总督管福建,这将两省两广总督管广西、广西。 巡抚呢?只能管一个省,沙东巡抚只管沙东,但和总督平静,看上去,自然就是总督权力比巡抚大了。 但是,有句老话,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如果该总督驻地,和谋选巡抚的驻地在同一城市,那就热闹了。 总督和巡抚同住一城,在全国有四例,分别是福州,住有米着总督与福建巡抚。 武昌,住有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。 昆明,住有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。 广州,住有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。 有人说两江总督不是住在南京吗? 没错,但问题在于,住在江苏南京的,是安徽巡抚1760年以前,而江苏巡抚,住在苏州。 所以,当两江总督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,不用把精力放在和巡抚无休止的勾心斗角上,以两广总督为意。 两广总督衙门在广州,广东巡抚衙门也在广州。 那么,在广州城,谁的话语权更大呢? 总督说我级别高,当然要听我的。 巡抚则冷向,万平县都能管朝廷,广州首先在广东。 巡抚之下,其次才轮到两广总督馆,当然要听巡抚的。 嘉庆九年,1804年,那雁城出任两广总督。 那雁城的家事可不简单,他的祖父是乾隆朝大学士阿贵。 不久后,原广西巡抚百灵朝到广东人巡抚。 那雁城和百灵向来不对付,二人管尼却运在广州城重叠,争权夺利,斗得脸红脖子粗。 那雁城级别高于百灵,可在广东地面上,他说的话,还真不一定有百灵管用。 那雁城要想管好两广,必须搬到百灵。 百灵为人正直,但有时用心过猛,出国人命。 那雁城就以此时攻击百灵,说他法官用刑,给朝廷抹黑。 家庆帝是百灵的正直恩人,但百灵毕竟做错了,不好护短,就罢掉百灵职务,到时陆管抄出去了。 那雁城以为,自己在广州可以呼风唤雨了。 可新来的广东巡抚孙玉婷,同样不是省油的灯。 孙玉婷清楚,不搞掉那雁城,自己就是百灵第二。 孙玉婷开始搜集那雁城的把柄。 有吗?还真有。 那雁城在两广政绩卓著,但是,他却和百灵相反,漫长无度。 在剿灭了广东海域的海盗后,为了收服这些人,那雁城花钱或一许关的方式,招架五千多名海盗。 这本来不算坏事,毕竟情定海盗是大。 可是,孙玉婷却抓住这件事,猛攻那雁城抗朝廷指凯,为自己了好名声。 孙玉婷知道家庆心疼钱,火上烧油的说,这些冥完不化的海盗不是真心悔过,而是贪图朝廷的血汗钱。 家,庆帝觉得孙玉婷说的有道理,就把那雁城给罢免了,发配到新疆伊犁。 虽然不久后,那雁城又升了关,但却没有再回梁广。 梁广总督是谁呢? 吴雄光,拥抱之后,竟是百灵。 按理说,那雁城搞掉百灵,孙玉婷又搞掉那雁城,百灵应该感激孙玉婷才对。 不好意思,百灵是总督,他必须搞掉寻服,否则自己做部门。 百灵攻击孙玉婷对朝廷不说实话,结果,孙玉婷被罢了关。 客观讲,不论是那雁城,百灵,还是孙玉婷,都是能源甘利,对朝廷都很忠诚。 但他们俗处的位置,决定了他们在总督位置上,必须搞掉寻服。 在寻服位置上,必须搞掉总督。 这样的都府恶斗,在这四个省城经常上演。 还有一例,湖北巡抚胡林义是柯甲出身,瞧不上内务府出身的湖广总督官文。 胡林义暗中收集了很多对官文不利的证据,比如知会之处不透明。 胡林义有曾国发等人支持,只要奏折递到皇帝手里,就是官文不倒,也够他喝三胡醋的。 在奏折递出之前,幕僚劝胡林义冷静,说就算你赢了如何,万一皇帝再派其他其人官员呢? 你接着弹河,你忙得过来吗? 有官文在你头上,出了什么事,你可以拿他当挡箭派。 听人劝吃饱饭。 胡林义这才明白自己做得有点激进。 于是哲节,与官文成了好朋友。 官文知道胡林义官场朋友多,为了能干点实事,还得让胡林义多出头。 胡林义在官场,上给足官文面子,官文也不利用总督权利卡胡林义,二人互相利用,效果竟然不错。 这位幕僚是谁呢? 严静明,当顾护不上书,是又名的铁公鸡,慈禧不顾北洋水师巴扎,要挪酷银修建清医院,被严静明强用拒绝,臣没钱。 慈禧大怒,说没钱,那你滚。 严静明站起来说,臣是人,不会滚,会走。 说完拂袖而去,总督和巡抚不对付,主要是权利边界没有划清,模糊空间叫大佐治。 更多历史地理文章,请关注微信公众号,地图地。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,地图地。